原生树获椅正在围攻这只杜比亚 好久没有整理原生树获椅的巢穴了 今天我们一起来 我们打开盖子 哇,这里边有点不堪入目呀 然后这个位置我已经用胶带把它封了起来 防止蚂蚁门进出 然后把外面的全部收拾干净 下面我们开始吧 我先准备一个盒子 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到盒子里边 然后再把蚂蚁挑出来 那么蚂蚁全部转移到这个盘子里边 然后这盘子四周涂了这个防桃液 所以它们逃不出来 现在我需要把这个里边的蚂蚁再放回去 感觉蚂蚁们太多了 我不考虑全部放 把一些个头比较大的放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原生树获椅 它属于这种分化比较明显的蚂蚁 就是大的神工和这种小的小工艺之间差距特别大 体型可以是几十倍的差距 下面我们拆开这个胶带 把蚂蚁们放出来 然后我们给原生树获椅喂点 杜比亚吧 喂上两只 再喂一只 三只吧 我们镜头靠近点看一下 大家注意看 原生树获椅正在围攻这只杜比亚 杜比亚用它的腿把蚂蚁踢开 但是蚂蚁数量实在太多了 我们看一下另外两只 蚂蚁们都是先咬断杜比亚的腿 让它不能动弹 然后再慢慢享用 看到没有 这边的蚂蚁已经抓到了它的腿 已经咬断了 越来越多的蚂蚁从洞口跑了出来 来围攻这三只杜比亚 这一只基本上放弃了 还有这两只身边围满了蚂蚁 注意看 这几只蚂蚁 拆了杜比亚的腿 然后往洞穴伸出去运 当杜比亚没有腿之后就反抗不了了 蚂蚁们吃掉杜比亚只是时间问题 但这只杜比亚 它的腿已经被蚂蚁们咬光了 就剩下一个身子了 所以它无法反抗 最后 这只杜比亚是最强壮的一只 但是攻击它的蚂蚁 更多的是这种大头蚂蚁 这种神弓 就是蚂蚁里边最强壮的这种弓蚁来进攻它 大家注意看 非常大的蚂蚁在进攻它 它是猎物里边最强壮的 所以理应由这个团队里边最强大的猎手来进攻它 在面对这么多强壮的蚂蚁的进攻下 这只杜比亚体力将会很快被消耗掉 最终被吃掉 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场蚂蚁的进食之战 很快就结束了 因为蚂蚁数量太多 而且太凶 大家注意看后面的这几个试管巢 已经全部注满了蚂蚁 最顶部的这个巢 本来这块放的是水 用棉花做了个毒水试管 给它们喝水的 但是蚂蚁们把棉花已经咬穿了 所以我今天还需要给它们再做一个毒水试管 并且把这团棉花拿出来 这个试管里边有一团棉花 我得把它拿出来 但是蚂蚁们肯定会往处跑 所以这是一个很 很大的问题 我先把上面这个试管装上 然后这根试管 我必须快速把它拿出来 然后把它倒进去 然后再把它装上 速度得快 我试一下吧 蚂蚁们疯狂了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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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装进去了装进去了 此时大家注意看 上面这是毒水试管 然后给它啄供水的 蚂蚁们跑过来来喝水 然后这根试管是我们新家的 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五根巢穴饰管和一根毒水饰管 本期视频我们完成了以潮活动区的清理 然后给蚂蚁们补上了补水试管 同时多了一根巢穴饰管 最终为蚂蚁们的三十度比亚 基本上已经被降服 剩下的只是进食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时间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